为新唐人纪录片 自由中国创作音乐的华人作曲家陈东 近日以一曲《再见一人》 获得了第14届美国独立音乐大奖赛 最佳新世纪音乐单曲的提名 他和其他四位音乐人 从400多名出色的艺术家当中脱颖而出 得到评审青睐 《行动取笑》 《行动取笑》 《再见一人》是电影《机缘》的配乐 该片讲述的是一名中国大陆警察 机缘巧合和失散多年的初恋女友 再次相逢的故事 这名警察在执行任务当中 前女友以法轮功学员身份出现的那一刻 配乐曲子完美诠释了警察内心的变化 这首《再见一人》 已经不是第一次受到评委的青睐 早在12年就获得了 美国歌曲创作大赛音乐类别的第一名 这一次又被美国独立音乐大奖赛的评委相中 她的创作风格是把东方音乐的细腻和西方的技法 巧妙融合 音乐当中你就会体现出 音乐是有一个起伏 高起来然后收回来 高起来收回来 所以音乐可能其中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它模拟人物的心情动向 那么电影配乐在陈东的心中有怎样的力量呢 华人肯定会有骨子里当中的那种展现中国旋律的那种韵味 我觉得好像很多东西天生就带有 带有那种东西 但是西方的东西呢 西方的技法可以把这个乐曲 编就是编排的特别的丰富 不仅喜欢音乐创作的陈东 内心还有一份童真 翻唱了多部迪士尼歌曲 如果你喜欢陈东 喜欢他的音乐 可以登陆陈东的部落格为他投上一票 清唐人记者于燕薛文 洛杉矶采访报道